在我们人生路上负重前行的那些前辈也好 或者我们身后的那些年轻人也好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盏那个灯 很多的人我会认为 为什么他们这样的生活也能过一辈子 他们都没出过这个大山 他凭什么呀 是信念吗 是什么吗 我的总结就是 他们就是知道 我可能心中没有一个熊熊烈火 我也没有看到 他找了一辈子 他可能就知道 我手上就是这一盏灯 但是他们在小心的呵护这一盏灯 然后就这么过完一生 我不相信有人能在完全黑暗的状况下 心中完全没有光的情况下 怎么活呀 怎么过呀 那可能就走上抑郁了 或者走下另外一条不归路了 但我始终相信 哪怕在最苦最难最黑暗的地方 你那个心里一定有一盏小灯 它不亮 但只要你看到它 呵护它 它会很暖 它能够帮你度过那个最难最苦最黑暗的时候 这就够了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看到 我这太黑了 没有光 天哪灯都没有 谁着 你老看这些去抱怨 去什么 你释放出的能量 只会越来越多的黑暗跟恐惧去侵袭你 它们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 人的身体当中有很多 就跟玩大复工似的 有这个陷阱 机会 这个机会只有两种 一个是正面的 一个是负面 你不能在你触发了一次 两次三次负面以后 然后你就觉得 我靠这里边是不是只有负面啊 你就会恐惧 去踩这个机会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这个机会运作的机制只有一个 就是你越恐惧 你越觉得可能是坏的 只要有这个想法 它就出现一定是坏的 你只要能做到 我每一次都渴望说 哎呀 我就不买地了 不什么 我最想踩这机会 我知道踩完一定是好的 不管面前出现的情境是什么 但我知道结果一定是好的 我都能接受它 赶紧给我来吧 你遇到那个就是好的 这就是人生幸运的 我觉得最根本的密码 幸运这件事情 它也是双面的